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Huggy Toys 今天我们继续来开箱Snowbie and Friends 狗物模型第27期与第28期 第27期的零组件内容有夏日场景 红砖矮墙中的矮墙,斜坡,树与左右墙 公仔是红砖矮墙的查理布朗 第28期的零组件有夏天场景,红砖矮墙的树叶,树与房子 还有王牌飞行员的天花板 本集的公仔呢,是红砖矮墙的奈勒斯哦 第27期的人物大集合介绍的是身上有着一身蓬松毛发 而且长得像Snowbie的安迪 安迪与奥拉夫在同一个农场 而且他们两个也总是在一起行动 安迪在花生漫画的首次登场是在1994年 当Snowbie生病住院时 安迪、史派克与奥拉夫三个不约而同的恰巧经过 而刚好三个同时探访了生病中的Snowbie 在等待Snowbie醒来的过程中 三个兄弟在病房外闲聊到 Snowbie永远都是家族中最活泼的那个 而且安迪还发出了灵魂拷问道 如果我们都是兄弟 为什么我的毛那么蓬? 史派克为什么那么瘦? 而奥拉夫为什么那么胖? 这引来了史派克与奥拉夫不满的回答道 史派克说 我瘦,我是苗条 奥拉夫则说 我不是胖而是圆嘟嘟的 这是花生漫画中少见的三兄弟一同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刻了 在安迪出现后我们了解到他曾经在猎犬训练学校待过 可以看出他的个性与奥拉夫比较起来 更为严谨与积极 在他与奥拉夫一同出现的对话中可以看见 像是待在农场中写下时间 想早点试作 并且感叹生命短暂的 安迪的表现与一旁悠闲自在的奥拉夫成了鲜明的对比 即使个性大不相同的两兄弟 却常常结伴而行 安迪与奥拉夫因为经常居无令所 史努比建议他们去找住在沙漠中的史派克 他们兄弟俩于似乎踏上了寻找史派克之旅 在寻找史派克的旅程中 他们经常遇到麻烦 像是中途安迪被抓去当宠物后 阿拉夫得在三更半夜中将安迪救出来 又或是未配备方向感的两人 总是找不到对的路 一再的与通往史派克的正确道路越来越远 最后 史努比不得不拍出富有经验的祥岛 胡托塔克 带领着他们前往目的地 最终他们在漫画中最后一次出现 则是在寻找史派克的路途上 两兄弟停在了一家乐器行前 犹豫着该不该买一把班酌琴而烦恼 就这样他们的旅途还在继续着呢 第28期的人物大集合介绍的是 退休后住在佛罗里达 带着帽子 眼镜 有着胡子 史努比的爸爸 当史努比还是一只小小狗时 就与家人分开 这导致史努比会时不时的想念其他的家人与父母 在之前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 史努比曾经因为写信给了储居山小狗农场 询问其他家人的下落后 举办了一场家族聚会 这场家族聚会让史努比了解到了 再也无法回到以前与家人共同生活的日子了 因为身边没有家人一起生活 这让史努比经常回忆起与家人们一起生活的日子 而爸爸在他的印象中 是个会与一百只兔子奔跑 并且跑到兔群前面警告他们 富有同情心的猎群 甚至是在平常的时候 爸爸还会带着史努比兄弟们一起奔跑 跑到了傍晚还会邀请兔子们来家里打牌 他回忆到那是个狼与小羊可以躺在一起 豹与山羊可以和平相处 史努比的爸爸则提倡着猎犬与兔子 也一样可以共同相处的和平年代呢 除了倡导猎犬与兔子的和平共处外 史努比的爸爸也做过和遭遇过疯狂的事 例如教史努比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 笑脸猫一样 让身体渐渐的消失不见 而最后爸爸人真的失踪了 还有爸爸曾经在仅仅五分钟内 与一百只兔子一起奔跑 后来掉进了一个树洞 接着被马踏过 又被狐狸咬了一口 五分钟内发生真多事情啊 家族里与爸爸频繁联络的还有十排客 我们可以看到史派克常常在沙漠中写信给父母亲 每当父亲节来临前更是不例外 一次父亲节前 史派克写了封信给爸爸 其中介绍了他目前居住的位置 与他的新职业 他介绍到这个职业前景可期 并且可能还可以帮助到爸爸 现在最后附上了他的名片 名片上写着 史派克 房产经济合伙人 漫画中史派克最后得知了爸爸住在佛罗里达 并且邀请了其他兄弟姐妹一起在父亲节 卡片上盖了脚印 而这是我们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看到史派克爸爸接到全播孩子们署名的卡片了 第27期的关键词汇文化介绍 说的是留在所有人心中动心的谚语 虚化于语录 在初期的《花生漫画》中说出谚语或是名人语录的情况 数不深数 例如一开始就有帕蒂与谢米对着查理布朗 连续说出了 三思而后行 犹豫的人将遭受失败 不相见被死念 眼不见心不烦等语录 弄得小小年纪的查理布朗一头雾水 还有一时下雨的四月中 帕蒂提醒查理布朗小心踏水 别见得满身泥巴时 查理布朗说出了 一点污垢不会伤到任何人 在雨中帕蒂与谢米正争论着 四月雨带来五月花的正确讲法时 查理布朗则说到 四月雨带来的是雨衣的有趣回答 这一次帕蒂与凡雷特向查理布朗道别时 用了一句 别捡任何木头壁 这是再见多保重的意思 让查理布朗愤愤的说道 真老套 随即遇到了死努比后 就说出了好久不见的老套短语 可见这时期的小朋友多么喜欢出口成章 继续都有别意 查理布朗提到娱乐时 当然也不会忘记死努比哦 例如帕蒂问起了 为什么日历上8月4号特意圈了起来 查理布朗说道 8月4日是死努比的日子 因为每只狗都有他的日子 这是时来运转的意思 这个延伸到了查理布朗对谢罗德说 虽然每只狗都有他的日子 四句古语 但并没有任何科学的依据 就让死努比在心里咒骂了一下 不过题外话 虽然这里8月4号被指定为死努比的日子 但是这并不是死努比的生日哟 除了一些古语画生漫画的孩子们也爱引用迷人说的话 像是读书不行的薄荷贝蒂在课堂上 引用了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名言 没有什么值得知道的事情是教得会的 可想而知此话一出 薄荷贝蒂还是只能乖乖的听老师训话了 另外当薄荷贝蒂与富兰克林一起吃午餐时 他引用了马丁路德的名言 我有一个梦 说明富兰克林在马丁路德说出这话前 他们两个是无法一同坐在长椅上吃午餐的 接着富兰克林顺势的说道 他也无法用红萝卜条与薄荷贝蒂交换架薯条 当然聪明如贝蒂 马上拒绝了这个不划算的交易 令人惊讶的是在1993年的漫画中 纳勒斯问史努比若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中的拜登向他提问了难以回答的问题 史努比要如何回应呢 史努比对纳勒斯发出了一声狗叫 作者应该不会想到之后拜登将成为美国其中一位总统吧 第28期的关键词汇与文化介绍来说说 一根线轮回的灾难 风筝游戏 在1952年花生漫画的刚开始 也是儿童游戏风筝流行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查理布朗也遇到了风筝天敌 会吃风筝的树 风筝游戏在1952年3月首次在漫画中登场 帕蒂看着查理布朗放着风筝说 这是有史以来我看过飞的最低的风筝了 而查理布朗的回应是 我不能让他有撞上飞机的机会 接着查理布朗誓死的想要成功的将风筝放起来 结果史努比让他的行动功亏一篑 上一次查理布朗与露西一起放风筝后 眼看着查理布朗的风筝线越来越短 就快要不够了 这时查理布朗喊着露西 去找任何能够绑住风筝的东西 随后我们就看到了各式各样奇怪的物品 最后出现了一条大铁链 因为铁链太重把风筝拉了下来 除了别人的导弹外 决心放起风筝的查理布朗也会败在自己的操作上 就在他奋力向前冲想要让风筝飞起来的同时 一脚踏进了史努比的狗喷 风筝不但没放成 也把风筝摔坏了 以上放风筝的种种不顺 都远不及最后出现的一个神秘现象 一棵会吃风筝的树出现了 每当查理布朗想要放风筝 最后风筝都会折损在一棵树上 刚开始的凡雷特看到生无可恋的查理布朗 守着缠在树上的风筝 同时告知凡雷特说道 他太生气了 什么都无法做 并且余生都要守在这里了 相对于凡雷特 露西看到查理布朗整个被风筝线缠到无法动弹时 显得冷静了许多 我想应该他已经看过太多次同样的场面了吧 当查理布朗遇到会吃风筝的树时 总会对这棵树机会叫欲翻 或者是想尽反治这棵树的方法 但最后好像都还是吃风筝的树占得上风雅 第27期与第28期的杂志内容已经介绍完毕 让我们进入零族间的独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這集的內容就到這邊結束 感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啦!